大家好 我是阿渊雪梅 非常有幸之前受任于 中央电视台的一些 访谈节目的主持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主持 讲师和销售有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外号叫饭碗 是的 来找饭碗 是的 为什么不干主持呢 是因为我觉得到了一定的时候 要有一个职业的延展 以前做什么访谈节目 人物访谈 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档 叫影响力人物 你大部分你访谈的都是大人物 那你的心得是什么 在跟这些就是 附老师所说的大人物对话的时候 其实反倒更容易更轻松 因为越是层次高的人 他越是懂得去尊重人 越是好相处 假如你现在访问的是一个大人物 假如是我 是一位人民艺术表演家 来吧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本期的访谈 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我们非常喜爱和熟悉的一位人民艺术表演家 附雷老师 欢迎您 附老师 我看到哈 在您的这个住所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奖状 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些奖状当中 您个人最为得意的是哪一个吗 不值一几 因为有很多人都在关注您 也非常喜欢您 包括很多的一些青年的学子 现在很多的孩子都在学习表演 那从您的角度来讲 您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的距离稍微远点 你这样压迫感太强了 学子是吧 其实做我们这行挺不容易的 风里来雨里去 日夜兼长 所以您的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 真正的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我的生活很简单 简单是因为丰富之后的一种沉淀 您要不这么掰也行 其实我还是在我固有的一些经验上 去正常地发挥 这一趴没有太大的错误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出彩 就是平平常常的状态 他刚才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你知道吗 图老师 你刚才就像一个没缝的蛋一样 但是他能不断不断地 从你散发出来的一点点气息当中 去找你的缝隙 那你出来之后 做一些活动主持 这等于是改变了性质 你一时半会儿 你这个适应得过来 心酸难免 你既然能说说赞美 也就应该去承受这些无事 总而言之 做活动主持 的确是吃苦受累的活 很多心酸自己在心里 但是你今年是28了 你今天来找这个销售 培训和主持人 我们现场来模拟一下销售好不好 千万别再主持范了 好不好 来一倍师 你选择一个人 卖出去 那我挑曹总吧 好 好不好 曹总我知道您平时呢 特别地喜欢运动 然后经常也会有很多户外的一些活动 那么您在出闲的时候会不会 现在真的得用了 可是用了发现也还会晒黑 所以你看我这纸啊什么的该长 还都长出来了 而且根本不可逆 您说的这些轻微的细纹 其实就是因为防晒做得不当 所以导致了皮肤的老化和细纹的产生 因为这款产品我不是说 我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才分享给您的 我自身有用过 包括我给身边的图雷老师也推荐过 您看他现在的皮肤 他之前那可是满脸折都可以夹子苍蝇的 但是现在您看白白嫩嫩啊 全部都是我们一辈师的功效 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表现 让我觉得他具备做销售的这个能力 同时主持的能力 他从始至终都带着微笑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场上 我见到的现场销售最好的一个 真的 那人家那个语言能力当然了 对啊对啊 我就知道我守不住钱包了 我怎么觉得 还好不会 他这个播音 就是他学的播音主持把他给嗨了 我老感觉他是一个电视发出来的声音 没有啊没有 你知道吗 在我们场上的难度啊 比我们平时的校招难很多 第一个就是场上的压力 第二个现场的反应 就真的特别特别难 而在这个场上你表现得几乎啊 几乎无懈可期 雪梅 我看到的你的工作经历都是做主持人 确实是做好了要在职场当中 进入职场的准备了吗 这得先问他要多少钱 对然后还有你的薪资 他薪资这块没有钱 为什么没写啊 我的期待薪资是一万五 底薪 做销售底薪可以到不了一万五 是这样的 就是包括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 也都是跟销售贯穿的 除了销售之外 这上面还写了主持人和培训 对吧 那讲师你讲什么呢 培训讲师 我之前的经历是做过少儿类的培训 那你这个做这个培训师要求薪资多少呢 我的期待薪资就是不低于一万五 就是反正做什么我都不低于一万五 因为我之前的薪资都是高于一万五的 prés Tanr è一万五的房子